欢迎收看标股及先锋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贝拉 我是钟祥老师 节目开始之前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钟祥老师的个人频道 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 老师会早时间帮你回答 好恭喜钟祥老师的个人频道 破1万订阅啦 谢谢各位投资朋友们的支持 那我们回到台股大盘 今天台股开高走高 涨了293点 老师IP族群的走势如何呢 IP有的强有的弱 本来这个资源强 但是现在APP追上来 今天资源不会涨 我告诉你 昨天晚上你又加入我的Taggo 你就知道 我的高低点 各位没有一个比我准的 你能自己去看一下 高低点有没有准 今天虽然大涨 我告诉你 今天3035的资源 最低点会338 是 真的338 真的 最高点352 老师你不准最高来到353 差不多啦 你352以上你不卖啊 或是338以下你去砍低啊 都不对 对不对 然后我昨天告诉你2388的威胜 今天122到118 收盘是不是118 是 有没有准 太准了 同学 你有没有订阅按赞分享 老师讲的有没有骗你啦 再来 8054的安国我们今天又买回来 158以下都可以买得到 158 157都买得到 保证你买得到 收最高 我告诉你安国我没事做都赚钱 我们上次是不是在这里 170叫你卖掉 因为他要出席了 是 那就等出席完再来买 是 这样不行啊 哦同学 对不对 来刷意 昨天杀到1510 我是不是在电视上公开告诉你说 我们下去买 对 今天来到1640 两天的时间差130块钱 将近一只涨停摆 10张差130万 不要说10张啦 两张差26万 好 3661 今天也不跌了 而且我告诉你 用小视线我看得出来 他高低点在哪里 是 那今天量有稍微矩矩矩矩矩矩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3443 同学 你看一下 昨天是不是1510 对 1510 对 今天1640 是 同学 我告诉你这个是多头的股票 但是你不要想说他会天天涨停板 是 不过我认为 他应该未来会有一天会涨停 是 因为公布营收好了 他一定会涨停 是 那至于3035的资源 同学我只能这样讲 他在这里要再大工不容易了 会打混了 因为他都是81多9亿多 报纸每天登利多 对不对 昨天还有人说我去做资源比做爱博好赚 你放心 将来爱博会比资源好赚 你看一根长红横盘 搞不好一公布营收 直接跳空涨停 老师 真的吗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 我们对他是很有把握的 同学 在这里 你记不记得爱博300多块 我跟你讲 一张都不准 明天搞不好就四字头了 所以同学 我们在这里讲的都清清楚楚 文贸3105 我说你要买宏杰克不如买文贸 8086 老师宏杰克那个营收创新高 创新高又怎么样 3105的文贸 对不对 是不是继续上 是 对不对 6719的励志 这个国具集团在这里 国具 国具买了2万张 入股 你认为他会跌到哪里 搞不好 就300多400多500多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看好就对 今天大盘 今天他没有量 我问你 没有量有没有跌 不会跌 所以同学 我们在这里讲的都清清楚楚 老师 你为什么不买8054的安国 你为什么不买646的神盾 他不是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银行连带吗 神盾 神盾 你去问那个软啪啪好了 软啪啪 软啪啪的软啪啪 那3017的齐鸿 跌了吗 我跟你讲你在追吗 你追死人了吗 3324的双鸿 哎呦 老师双鸿比较强 没关系啦 做个短线是可以的 小心啊 再上去 上去找卖点 好不好 同学有任何的问题 打电话 来 好 第一题 老师有同学问6533的金星科 跟6531的爱福要怎么选啊 如果是我的话 是 我会选爱福 为什么 因为金星科比较没量 嗯 或许啦 你买个一张两张金星科是还OK啦 是 因为他在这里也是底部 是 但是我们上一次在这里买的时候 又有消息出来 是涨停涨停涨停 是 啊这里是涨停涨停都有量 嗯 那最近是不是比较没有量 量比较少 量比较少 嗯 那量比较少的话 因为我带会员 就不可能买太多张 是 我问你6531的爱福 如果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当然 那个6677小姐买30张 嗯 我问你30张 很好买很好卖 是 你要卖一盘就卖掉 对不对 你不想要它的话 你要抽现金一盘就卖掉了 是 6643的金星科 不是 6533金星科 对6533 比较没有量 是 没有量 当然啦 你买个一张两张是OK的啦 三张五张或许也OK 你买10张 你买30张的话 嗯 就比较累一点 对 比较推荐爱福 对不对 这个就像我们比较在这里进出要有量 是 对不对 我举例来说好了 3443 创意 昨天3000多张 今天5000多张 对 我问你 你买10张 嗯 好不好进好不好出 好出 好出 嗯 买股票是为了好进好出 对 2388的威胜 你今天敢买吗 我说会到128 嗯 对不对 有会员还在 他还开盘价 开盘价 他就进去买做当冲 收盘价卖 嗯 一排就300多张 嗯 嗯 你买100张都卖得掉了 嗯 那我问你啦 你买6533 你买100张你卖给谁 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我们讲就是量为主 好再来 好再来 5351的预创未来走势 老师你觉得如何呢 我跟你讲了50块以下不要卖了 嗯 好 他要现增定价 我已经讲过N百次 我们已经卖掉在52块半到53块之间卖出了 为什么要卖掉他 因为他要现增嘛 是 啊 那他也差不到哪里去啦 嗯 现增要定价 我告诉你 等他现增完了 我马上带会员去买 是 因为我们曾经从20块做到100块 是 就是这样子 好 再来 好 再来是2301的光宝科老师 你怎么看呢 今天跌了 对 我跟你讲啊 会在这里占啊 对 对不对 这种股票 你要他连拉涨停板很难啊 嗯 但是说实在了 100块以下 没有没有道理去卖他了 是 啊 那你就白白久一点嘛 嗯 啊 这个追女朋友要有耐心一点 啊 像追我们这个小编要耐心一点 你不是一天就追得到 最少要三个月五个月 老师摆三个月五个月 火都花掉了 是 不会啦 也不会那么久啦 嗯 不过啊 像这一种股票啊 基本上都是外外资跟投信在对作 是 啊 像四九六亿的天狱 对不对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再高你要卖 对 哦 我们讲啊 我们卖再290哦 哇 你看你不卖他又下来了 对 对不对 我昨天讲哦 他拉很高哦 我说你就来回区间做你不会哦 啊不会来找我嘛 我是不是在230以下我叫你不要卖不要卖不要卖 昨天拉最高对不对 嗯 啊我昨天没有提到他 有 啊我就靠近300块290你卖一趟 你卖一趟不是很漂亮吗 对不对 所以同学股票不是追来的股票是等来的 是 你买了有人把你拉上去不是很爽吗 对不对 所以同学要赚钱要怎么赚 要有一点耐心好不好 不要每天在那里 在这里又追高又杀低 我问你了 昨天3443 打到1510块 你在干嘛 你在停损了 我们在买 哎 同学不要这样搞 好 再来 好5347的世界怎么看呢 5347世界 哦昨天涨低 哇嗯 老师有没有跟你讲创新高不要追 对因为他今天又跌下来了 哎 老师这一根涨低这一根涨低我去追 对啊 新闻都在那个非凡都在报多好 东森电视台说多好 是 哎70块涨到140涨一倍了 你这种股票涨一倍你再去追 嗯 那就很累了 太危险了 对 哎 今天大盘那么好 他打到快跌跌 对啊 哎 开盘就不对了嘛 对不对 140涨不掉就停就停立了嘛 是 就卖出了嘛 老师什么时候再买回来 你就慢慢等等等等等等 看能不能等到120 嗯 对 所以同学很多同学都是在那边追高杀低 追高杀低 因为最近这个盘我这样讲 最近这个盘为什么会很难做 因为你注意到从这里2万点站上以来 对不对 就在这里混 混的过程之中就有的股票涨有的股票跌 有的股票跌有的股票涨 对不对 昨天还有很多涨停的今天就杀到跌停 是 对不对 像2406 哎 像6244 我是不是叫你不要追 是 对不对 你去追没什么搞 头说实在啦 贸低还比较好一点 嗯 因为贸低以前900多块 嗯 2406 就 你如果要抢短 我没有意见了 抢短就跟抢银行一样 有赚就跑 很爽 有赚就跑 很爽 再来 好再来是5351的预创 刚有人问过 但有人问说57块有机会解套吗 他如果说现增定价以后 应该是有机会 但要等一阵子 要等一阵子 是好 再来下一题 62363的系统70元能解套吗 因为他有听说要减资35% 对啊 对 我上次有在这里跟你讲 这里就叫你卖掉 有没有 我说这WD上来六十几块 六六十五块 我说先卖一趟 是 他要减资嘛 嗯 啊不过这里是涨停涨停这个跳空缺口 嗯 对还还不错了 嗯 还不错了 他也不至于说跌破50块了 是 不过啊 最近啊 外资是一买一卖了 是 不要去追了啊 靠近60块哦 卖一卖 是好 再来下一题 他问2615的万海90.5有机会解套吗 老师听说Q3那个海运好像会不错 对不对 第三级的海运 海运啊 对啊 买多少90啊 他买90.5对 90.5最高来到100吧 嗯 我跟你讲一支股票从50涨到100 嗯 涨一倍 眼睛屁子都要买 都要买 都要买 那100如果100 打个 两折80块就可以买 对吧 80块买了什么时候卖 92块就卖 对不对 所以我同学我这样跟你讲 一支股票涨一倍 他拉回两成 嗯 那就抄跌嘛 嗯 抄跌就进去摸摸一下底部 嗯 那问题是80要再过100很难嘛 是 那过90还很容易 是 那再258的理论92块就可以卖 是 对 像老师为什么会讲出来2388的威胜 今天会到118 258 258理论 258理论 那6531的艾普 啊 今天最高来到291.5 那为什么292没办法过 因为也是258 哦 但是你注意到哦 嗯 他如果明天开高走高又带量 他就必须过399 是 明天如果开盘398过去了 你就没有低点可以买了 是 啊 我先讲好哦 啊 这个道理就跟什么3035的资源一样 对不对 哦 这里不买 横盘 这里又上来 哎 这个是除息嘛 是 除完息又开始涨 他是不是有个跳空缺口 对 这个跳空缺口你一不买就上去了 是 但是问题是 当他到350你去追的时候 嗯 他就会点很久 哦 他会等这个均线上来 嗯 那原则上他大概会守在320 他也不至于大跌啦 是 320应该会守得住 好 再来 再来是6531的爱普买在490块有机会解套吗 跟你跟你讲会你信不信 那 可是现在老师现在300300多块 390嘛 390 嗯 390嘛 那我问你啦 这里已经增益那么久了嘛 对 我跟你讲这种股票很活 嗯 这个股票就跟3443 当初我叫你买在1100的时候 嗯 你一定不相信我 他会到1700 哦 对 你怎么会相信 老师跌的跟猪头一样 怎么可能会到1700 结果这一天掌停板1690 是 你终于相信了 嗯 终于 掌停板你下去买了 嗯 然后就在 他就在大概1700到1500之间区间 是 那他现在要公布营收了嘛 对 对不对 啊 他6月很好 5月很好 6月也一定好 是 所以他会过1700之后会到1800 哦 搞不好会到2000 嗯 所以同学股票是看未来 对不对 哦 有时候追女朋友也一样也是看未来 他脾气好不好 你要在一起相处 各股都有他的股性 是 有的人很不好相处 是 不要看着长得漂漂亮亮 击击歪歪的很多 哈哈哈 有的啊 有的也有漂亮 这个每个人有他的股性 啊 老师就是有经验才知道他的股性是怎么走的 是 所以同学啊 订阅按赞分享 来 我跟你讲 1万个人 是 大家都是我的见证 是 我昨天在这里怎么告诉你 我昨天在这里告诉你 3035的资源高低点 是不是完全命中 没错 对不对 6531的爱普 我说今天会发动 完全验证 是 2388的威胜 最高点128 完全命中 是 同学 你的老师如果比我厉害 那没关系 当然老师 你这里有很多标股啊 在这里有一些没做到很可惜 2469是不是 24多少 2476 24多少 2496 那一支叫 涨点版的 来我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稍等一下 2467 267 智慎 哇 别人不要 涨点 涨点 好厉害 老师你没有买到 可惜了 可惜了 但是今天爆大量 对 所以他未来还是会有机会 今天爆大量 这里爆大量之后就是开高走低 明天明天不要追哦 不要明天追了到时候又怨我了 对不对 3017的齐鸿 对不对 叫你不要追大盘 大盘重挫又怎么样 大盘大涨又怎么样 他就是不会涨了 对不对 4968的利基 对不对 你再去追嘛 你再去追嘛 开始转弱了 是 开始转弱了 当然未来会不会好 要等 要下完文箱点很久 点很久了 所以在这里同学 我们是看未来 我们不是看过去 对不对 这里113 涨到250几 是不是一倍 对 一倍以后他会修正一下 然后这里到这里又快一倍 那所以他会修正 我跟你讲 股票本来因为在高点 所以他不可能起涨 他不可能起跌 所以当爱普在动的时候 资源就不会动 我这样讲够清楚了吧 对不对 所以同学 在这里不要乱追股票 还有没有问题 好 6230的操纵 整理过后还会再过前高吗 操纵在这里整理还好 亮说了 不过他这里涨停 涨停 肢态是很高 是 不过你要注意到 前高是400块 是 我是认为要过400块 似乎没那么容易 我讲实在话 是 那我的意思叫你不要一直追 但是这里 这一根拉涨停 之后会震震震震震 对不对 还有3228的 3228的金利科昨天大涨 今天就涨不动 金利科做的跟什么一样 跟2388的威胜是一样 X86 是 威胜我跟你讲 他一个底两个底已经出来了 当然还没有过130以前 会不会过180 我还不敢讲 不过他6月的营收一定很好 好不好 一定好 好 最后一题了 1584的金刚买在39有机会解套吗 3939还好 还好 他今天有上来了 是 那今天有上来 哎 这种股票横盘 他跌不到哪里去 是 应该有机会来到 这是35 35块 35块以上 36 39你买在这里 对 高了一点 还蛮高的 高了一点 好不好 不要去追 不过底部浮现了 爆大量的时候再卖 你看这里是爆大量 是 好 好 谢谢钟翔老师的分享 想要知道更多股票资讯的话 欢迎加入老师的 Telegram W1788 标股极限峰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本公司以往直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审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中学同学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